狼王野孩子 他是有个榜样 就一起睁眼 而且是没有提示的 而且我不会提示你 对 不管他怎么死 对 你直接睁眼就好了 好 所有玩家确认身份底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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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就好 啦 我心里呢 就好 好 他就刚好 等我了 好 好 好 超新写人 等我 我 你才怎么做 好 好 好 我 不 我 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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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玩家发言了 给我给说不会了 一下没想到什么点去反驳他 对我确实打了个哈欠 是因为 眼睛真的太干涩了 所以想打个哈欠 流点眼泪润润眼睛 但我真的只是一个 简单的小平民啊 嗯 我觉得三号玩家挺好的 因为他 我觉得三号玩家像个好人啊 因为他这种敏错人 但是他带着这种独有的自信 我觉得是一张好人牌 就是有一种清澈的愚蠢 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是个好人 而且三号玩家这个发言 你肯定不是村民 因为没有没有村民会这样说 别人带身份呢 所以三是个好人且带身份 我是一张小村民 没有了 听天后之类的对跳吧 我觉得三是好人 我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三号玩家我觉得还行 我是个好人 四号玩家为什么连打哈欠也要解释啊 这有什么的啊 想打就打 你就说我是个好人 我打了五个 也跟三号玩家没关系吧 而且怎么会井上直接突然跳身份啊 没人打 我就踩一脚四号玩家吧 因为当然他有的时候 好人也会故意这么发言 但是我是觉得 那个没必要在井上直接跳平民吧 对吧 有可能底牌不是 就是是一个好人 他你只想先跳个平民给到大家 十二号玩家我觉得挺有东西 我自己是好人啊 后面给 我会给站边的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好人 然后我先 我不希望我莫名其妙出局啊 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桌上太多野孩子喜欢混我了 我希望如果本地游戏 那个野孩子又是 不知道怎么着的 混到了我 我是好人 然后好人把我饱一饱弄一弄 咱们这把就是九个好人 打三个狼 稳不稳赢板子 好吧 然后三四五里面 我觉得三号家比较像好人 三号家比较像好人 四五里面我觉得可能会出狼 然后谁是我不太确定 理论上当然也存在 都是好人的可能性 但我自己觉得没有都像好人 但我自己觉得没有都像好人 这是我井上的一轮听感 然后站边的话 没人对跳肯定也不知道啊 然后我底牌是个好人 就这样吧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验的四号金水 然后景辉就留个二十二 因为二和十二在景下 然后验四没有什么原因 然后还能聊什么的 前面六号打了三啊 我觉得三号 其实四号应该是带身份的 因为你强调了自己是平民 那三号你为什么要去点一二四里面 有身份的 学六号 六号平时拿好人就来点别人 外置为谁谁 帮狼人去找神 但是呢六号这个位置和三号里边 我景辉就不留了 因为我就压两个景下嘛 我得我得初景辉啊 对吧 我相信二号第一次来大日赛 那很难不不投给我呀 对不对 我也不是给压力啊 就是因为你在景下 你肯定可以先投一票 十二号就比较关键了 十二号我不知道能不能投给我 反正我景辉我就留二和十二 其他的先说这么多吧 大概就这些我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验的二十金水啊 景辉留十二一 验二的心路历程是 我拿了冤家 我在想这场子上 我不想验到野孩子 因为我觉得野孩子 咱们出现过什么九打三的情况吗 应该没有吧 我觉得如果我第一天验到野孩子 他后面变身了 就跟狼混一样嘛 就比较难办 我想来想去 可能二号玩家不太能 就是拿野孩子的概率相对低一点 就验了二号 确实是好人 景辉留十二一的原因是这样的 四号玩家景上发言 我觉得特别像野孩子 因为首先他跟三的定义 首先跟三低头了 保了三是好人 然后去解释自己打哈欠 打哈欠 发言其实挺像狼的 然后拍一个平民 本来我的景辉留十四十二 我越想越不对 我说这不是想骗我一验吗 然后七又说四有身份 那四号玩家是这样的 我对你的要求就是 景下反水沾边我 然后拍个身份 就OK了 对吧 七也说你有身份嘛 然后我觉得不需要吃我愿家的验 好吧 我对你的要求最近比较高一点 然后五六为什么不禁验 我其实就想验一张十二 因为五号景上点了那个十二号玩家 带地牌 然后六号玩家说的是四五里出一个了 把三给保了 那前这位四五六都保了三 我就认为三是好人 二是我验的好人 七是对跳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七给四发精水 我觉得七现在 骗四嘛 反正我觉得四号玩家景下就听他的站边就行了 他就不禁我验 我就验十二号跟一号就行了 而且七号玩家发现还有一个小问题是 他说二号玩家第一次来大师赛 怎么都给他投一票 那二号玩家能不能是后追 比如说我的狼同班呢 对吧 他可不可以是由于底牌的原因不能给你投票 那七号玩家这个发现 是不是有一点点默认二号玩家是好人 对吧 别的就没啥了 我验了二十个金水 然后景下我要吃景辉 我觉得二号玩家会投给我 我希望一跟十二里面的好人能站对边 但如果一十二是两个 那我没办法 这也无所谓 但我觉得一十二如果是两个直接裸充七 概率不大嘛 我觉得应该能拿景辉 好吧 别的没了 前之位的拆解 我觉得四号玩家像野孩子三项好人 如果四是野孩子的话 景下听五的站边 然后 因为六点的是四五嘛 我看一下五的身份 包括六的站边 好吧 五六现在暂时给不了 然后前之后给的是三好人 我觉得四项野孩子 七是汗跳 二是金水 好吧 景辉楼十二跟一 过来 九号玩家请发言 有声音吗 我是来上景试卖的 没想到这么后面发言 那我先表明我自己是金刚好人 然后你说你这无懈可击的发言中 我怎么不占你呢 只能靠一点点别的 我就觉得你厌不到二号 只能靠这个不占你了 然后我自己看到 你看前之位发言 我觉得三是好人 四是好人 五是狼 六也像好人 但是我自己听的前之位的身份 我感觉嘛 因为四号玩家那个位置 他是狼人的话 三号经常跟他产生一些 敏直上面的互动 四号玩家是狼 一般会回答三号 那三四肯定不能是两狼 肯定开好人 我觉得三四可能都是好人 然后五号这个位置去打四嘛 肯定跟我对于四的听感 也不太一样 六号的起身状态 让我觉得他像好人 所以我井上想站七 暂时点的是五八 井下我看的十二是好人 看的 因为九号发言的时候 我现在是站在 我认七号是预言家 八号是汗跳的情况下 我觉得十二跟八 就是十二看八的眼神 包括那些回馈的表情 不太像跟八号认识 因为八号发言 发的一些比较精彩的 比如说一些逻辑展开的时候 十二号点了点头 你说是狼队友的话 互相点点头 有点做作 我觉得所以我看的井下 我觉得十二也偏好 这是我对前之位身份的 一些小定义 我觉得五号是狼 八号是狼 因为四五肯定是在开狼 那个那八号 我自己听的四五肯定是 跟他俩互打了 八号给的四号野孩子身份 还好吧 其实我不太能觉得 你能直接给到他野孩子 那他是野孩子 他这把 谁知道他能不能变狼 那四号说不定 就是一个想为好人玩的野孩子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去 印给他野孩子身份 这个也有点强硬 所以说 但是你的发言很好 我就觉得你可能 咽不到二号 因为二号今天第一天来 所以我可能想 站边七号吧 这是我井上的站边 井下我会再具体更新更新 当然这个站边 也不是特别的稳啊 我是好人啊 我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小九的发言 不一定是好人啊 我个人想站边七号玩家 理由足下 首先全民上井的时候 八号玩家甚至连井都不想上 全场不会只有我看到了吧 他是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的 然后才上的这个井 那我不相信一张预言家牌 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上井状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前之位只要能发言的 大家都给了三号玩家 好人身份 觉得四号玩家不太好 像六号玩家直接觉得 三还行 四五里面有可能要开狼 对吧 然后那七号玩家 如果是一张狼人牌 他为什么要给一张 前之位听发言都不太好的 四发这张金水 五六的票 他都有点不想要 他还要去点这个三呢 我觉得这不像 七号玩家的汗跳发言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 没有觉得六号玩家 一定是好人 因为我现在如果站边 骑四号玩家的底牌 撑死是兔兔 对吧 然后总不能是牛牛 或者是龙龙吧 对吧 他底牌撑死就是那张兔兔 他如果是个兔兔 我没有觉得五号玩家 是一张狼人牌 六号玩家觉得四五里面开狼 我不觉得四五里面开狼 所以我觉得六号玩家 也不是很好 好吧 小九虽然跟我站的边一样 但是呢 考虑一下你打的位置 好吧 你听听我发言 因为八号玩家 根本都不想上井 你这能是冤家吗 好吧 然后呢 我觉得五跟十二里面 我也不太一定觉得十二是一定的狼人吧 因为五号玩家比较喜欢点十二身份 你每一次打他 他都是好人 你打他 好几回他都是好人 我觉得五号玩家不太像狼 所以我稍微拉拉 拉拉架 好吧 那个紧下的好像听听我发言 然后我没有觉得八什么验不到二啊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可以接受八号玩家的验人心龙历程 说他想找一个一定不是那张野孩子的拍验 我们场上大概率觉得二不太能摸得到嘛 对吧 所以而且七号玩家不是说那个四号玩家最近是上升期 啊 不会骗这个四号玩家给他发个精髓 我看七号玩家最近那个也不是很喜欢我 总不至于要打压一下四号玩家的上升期 蓬蓬我 好吧 我个人建于以上几点吧 有可能是因为八号玩家自己的那个不是很乐意上几 我先入为主的觉得八号玩家不上是预言家 所以我找了一些理由来打他吧 所以究竟前面的三四五的关系 我觉得七号玩家比较像 我觉得八号玩家不是很像 小九如果是好人考虑一下站边 如果你是个狼就当我白说 好吧 过点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你是那个bad boy bad girl 你看你是坏女孩 我本来以为长男是 那你看他们仅下一个接精髓了一个被饱了 就只剩你了 对吧 你不是直接吃毒喂 吃毒 因为你看这个二给那个发那个精髓 首先我觉得三十号人的理由全对 他说的是一二四里面绝对不可能全是身份 那肯定是对的 因为那张不是身份的村民在我那边吗 因为这个牌里面就只有三个村民 因为这个村民在我这边 所以你点的一二四肯定是对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点三个村民吗 那么村民在我这里 知道吧 然后第二个 我站边的话 我先暂时站边一下 七号 因为我是看到牛肉干老师 这个 你也懂 如果你下一次发言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红 那我就会考虑站边你 就像 就是 小九不是站边的棋吗 你为什么说小九 要考虑一下站边 这听不明白 而且你说小九是狼的理由 我也听不明白 对吧 你说他不一定是好人 那你确定他一定是坏人吗 你也不确定 对吧 然后 我这身份要不要直接拍出来 给七号票呢 我直接拍了 村民 然后 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二都不一定是好人 你看啊 第一次来大师赛 在井下给院家投票 投的对吗 对不对 别的 没有什么了 然后 反正十肯定 从发言上肯定不好 就是第一天就去说 九号倒沟的能好到哪里去呢 对吧 然后九宝的十二 我听一下吧 那常南是不是直接投给八了 常南 是不是直接投给八 应该是直接投给八了 我站边的是七号 别的没有什么 有可能还会跟进一下 过了 所有井上玩家发言结束 现在是退水自爆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人流井上的玩家有 七号 八号 十一号 请井下三名玩家 在我倒数后投票 慢剧无效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十二号 投票给七号 二号 投票给八号 七号玩家 当选井长 左页 皮安夜 请七号井长 选择 井左 减右 发言顺序 六或八 八号 那请发言 哎哟 不是说上一周 没有愿家出过局吗 不会是窝窝吧 我觉得十一是狼 七是狼 四为什么是野孩子 我再展开聊一聊 因为四井上的发言 九号你说四是好人吗 但是好人井上三点了 他有身份 他直接说 他直接解释了自己打哈欠的行为 并且拍了个平民 有可能是好人 但是很难是平民 我个人觉得 而且七给他发完精神 说他戴身份 但是他有没有底牌 我待会看他戴边 我说了 而且七发他精神 我更觉得像是 我就觉得四的发言 就是想在影验 就特别像野孩子 但是是不是的 肯定还是看他戴边 十一是狼 九号你觉得我井上 那其实你跟我的观点 是不一样的 不存在我的发言很完美 因为我们对前之位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三是好人 四是野孩子 五六不知道 看戴边 但你觉得三四六 都是好人 五是狼 其实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但我没觉得你一定是狼 十一是狼 你井上听完以后 有听出来吗 十号玩家 其实我不确定 原因是他打我的点是 我井上上井慢 这个东西 其实我不想解释 但是你非要这样的话 我就解释一下 因为我不想表现得太像渔远家 因为我不想井上 直接被扣杀 那你换一个角度想 我要是一个汉跳狼 我不是晚上已经安排好 我汉跳了吗 我怎么会这么去表现呢 懂吗 这个东西不想说 好吧 别的就也没啥了 我看一下 因为十号玩家不一定是狼的点在里 他井上把五给包了 其实五那个位置在前之位是比较模糊的一个位置 对吧 前之位发完也没有人给过五号玩家身份 六号玩家说四五里开一个狼 然后我的发言我觉得五是X 而十号玩家能直接给五好人身份 我认为十可能有好人面 但是他井上沾边的是七 而且井上这个板子见面的小狼就三张 我自己现在认为那个七十一是两个 所以九十都不一定进位置 而且井下一十二都给其投票了 一十二不太能是 都是好人吧 一十二要是都是好人 这个游戏确实就太难打了 然后二号玩家 不错 很不错 好吧 针对边了 然后一可能一十二里 不知道听听发言吧 你要我这个位置去点评一十二 他们没发过言我点评不了 好吧 这个发言顺序也比较差 然后六号玩家就看到没注意的站边就完事了 我现在就先点两个狼 因为首先我没井辉 然后我解释一下井上 我认为可能的好人排九号十号 就有可能会站拖边 但也不一定马死嘛 三十秒 的对我的质疑 然后我点的狼现在站时是七号跟十一号 然后九号确实井上有一点问题的地方是 你开口发言说我发言很完美 其实我们的逻辑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甚至认为九号十号里可能 九比十要差一点 所以我看看十号玩家井下能不能回头吧 还有最后的票信 包括一十二的发言 二十金水 四号玩家我不马太死吧 我看一下四号玩家最后的发言 但我确实觉得他像野孩子 没了 就这样 九号玩家请发言 干干呀 你的小牛伯真的很红啊 但是肯定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评办你 是不是嘛 你觉得十比九好还是九比十好 十比九好是吧 十比九好 你看 我抛出的两点不站边 你就两个点 一我觉得四号你是预言家 我换回思考 不太能盘到他是野孩子 当然因为你的视角 如果你可能是同龄师的话 不太能盘到他是一个野孩子 因为四号进入视野的三四产生逻辑关系 四五产生逻辑可能是因为七号给四了发了精水 所以四号才那么大力的进入视野 你其实如果不给四发精水 其实我觉得四号玩家好像不是太用情的 因为听他的身份 他紧下拍就玩这儿嘛 具体的 第二点 我觉得你不占二 你验不到二 这是两点 十号抛出的就一个观点 他觉得你上紧跟慢了 那我们俩的站边 心路历程 谁更像爆肥呢 所以说我觉得九十的 因为我是好人 你给我比十差十打了我是狼 那我肯定站边不了你 因为十号打我是狼 也有双层的东西 他第一层是觉得我打的位置有问题 所以让我考虑考虑打的位置 第二段发言是 最后那段发言 是我考虑考虑我的站边 是不是 刚刚让我考虑打的位置 然后考虑我的站边 我是觉得前面为什么打四五 是有狼 因为我觉得四十好人 四五有逻辑关系 他俩互打 有概率产生狼人牌 所以说我在高志位的站边 暂时是七号 站边七号呢 二号可能就在近坑 我也没觉得十一号的发言特别像狼 当然十号打了我 而且他打我的点 我觉得有点像狼人 所以我当然要打十号 因为我们站的相同的边 按理说你的视角应该先进不到我 所以说我是好人 我先站边七号 我觉得八号可能是汗跳 就这么多吧 我就过掉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为什么觉得你不一定是好人呢 是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有可能不是那张原始起跳位 我已经说过了 他上景灯按的很慢 我不觉得他是起跳位 我如果觉得八号玩家不是那个起跳位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好人 后置位只有九十一 我肯定觉得你们俩里面开起跳位嘛 对吧 而且你的视角跟我不太一样嘛 刚刚说我是好人 确实是比较难占你啊 这一轮进入你视野的 你可以说七十一双狼嘛 对吧 七号玩家不止 十一号玩家不止战边七 还打了你的精髓 二 这是第一点 你可以觉得九十里面都是好人啊 或者九没有十号 这都可以的 但你又怎么不进景下的视角呀 景下你认为十有可能像个好人 对吧 然后十号保了五 那你就可以先把五放一放 那五号玩家觉得十二不好 十二号玩家上票给七 十一号玩家在景下 他是个狼 他在打一 那你觉得一十二里面开不开狼呢 你也不聊 这就怎么做渊家呢 我个人觉得啊 你视野里进不到一十二 就稍微有点难了吧 好吧 小九那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八不像是起跳位 所以想打一下小九 因为谁知道十一在后面发什么言呢 好吧 二号玩家 听听发言吧 不知道是好人还是狼人 那个别的没有了 我应该还是维系原判 占面七啊 确实是刚刚你是渊家 景下你不用着急给九十的判断嘛 对吧 小九不如十 十项好人 小九有可能好 有可能是狼 那一十二呢 也不管 就是七十一俩狼 而且这个发言顺序 你有没有可能怀疑对面的 有可能十保错五呀 对吧 或者六号玩家 像狼啊 七让六在后置为兜底啊 你这都不盘 我觉得不是很像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像你原家的发言 好吧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应该还是会占面七号玩家的 别的没了 过点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什么是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七说把你low了 这个问题大不大 然后你还说二不是狼 那二肯定是狼呀 那怎么可能投票给八呢 你看就是你打不尽你知道吧 所以就本管说什么 我是不是狼 或者是七十一双狼 那我如果说我锦下说我占面八呢 对吧 你不是死得更快吗 对吧 我说占面八 我当然不是说真的占面八 七号啊 如果我要占面八 你不会把我low了吧 应该也不太会吧 这很难理解啊 本来是我觉得一是狼 当然我也觉得二是狼 因为你在锦下莫名其妙啊 你为什么要去锦下投票呢 对不对 而且你这票投出来 你前面占边七的人都不攻打二 我不一样呀 投票就打你是狼呀 就像我打十四一样的 因为你占边七 你至少第一天打不到九 那我占边八 我肯定打你二 我锦上其实是打的一 对吧 我说一肯定是狼 你等会投给八 一到投给七了 事实无者为俊杰 他准备跟我听到 一听我这个尊贵的身份 是村民之后 他准备跟我进决赛了 但你直接 你预选三里都投不过的 对吧 然后五六里面应该是要有狼的 我觉得五六里面是要有狼的 但是也不重要嘛 我们决赛界嘛 对吧 因为 但是我没有搞明白的一件事是 七 如果是真远家 那你们狼都在干什么呢 也不选择从 就等着在那边 靠野孩子赢 对吧 当然 你就看你们的了 我肯定是在棉期的嘛 就是我井上 井上其实 井下的 很复杂呀 比如说三四十两个好人 已经被大家保掉了 大家很难再去挤别的狼坑了 对不对 别的没什么了 我会着重听一下一二的翻译 因为十二被九保了 所以十二 至少第一天第二天 他是动不到十二的 就这样 我沾边七好 我是好人 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坏了 你们要是听十一 是狼的话 也别不战七 这翻译也太可怕了 哪国来的 我们先一点点聊 首先呢 七号玩家给钱之为大家打过的四号玩家发了张金水 这就有一种硬捞的感觉嘛 对吧 所以我其实是期待着八号玩家盘七号玩家有可能会狼腔的 这是有狼腔的版子吧 好像是 对 反正我逻辑是这样 管他有没有 我先把逻辑盘了 我当时是期待你去盘他是不是狼腔 因为这感觉是硬捞 每个人都很扣我 到底有没有 没有 我们先把聊逻辑 咱们假装有狼腔把逻辑盘完啊 所以就觉得有点怪 然后你又一直盘四号玩家是一张野孩子 那是ok的 但是你的解释环节让我觉得非常不ok 因为你一直解释 你在后面的发言书四号玩家一定为野孩子 然后解释了一大堆 那么他不可能消失在你的警惠流 因为今天比如说六七呀 这种容易被混到的人出去之后 你应该要把四验一下 而不是警惠流验到其他的位置 包括你解释十二玩家说上井漫这个原因 你是怕自己被扣杀 我觉得你是想通过自己上井漫装自己更像一张预演家 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合理的 关于十一对于二的这个打法 你看现在是如他所愿 他打你为铁狼 你站边到了八号的团队 所以你要仔细想一下 如果你听十一为狼 其实他是在把七号玩家的票往处垫的 因为他打了两张 他把一号玩家打了 一号玩家就听出来了 就上给了七 现在有一种隔岸关火的感觉 就没你们的事了 这边打得非常严重 都站边的七 但是我是要打十一 十号玩家是要打九 没你们的事 那你们就都是好人 我想给五好人是因为你点四那一点 你说突然间报身份 这也是我想点十一为狼的点 他在井上也跳了一个平民 还说那边三号玩家点的对 这个那个的 所以我站边七 我可能会把这个十一号玩家打进去 然后看一下二号玩家跟十一见不见面 我听完你的发言才能定 我不知道他是帮你做身份 还是把你的票点到班那里 我觉得八九有一种莫名其妙认识的感觉 他们俩那种对话 说你跟我来就都不一样 怎么能站边呢 站边七那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八九十一吧 我先点这三个 因为不知道野孩子变身了没有 你把过掉 一号玩家请发言 井上确实啊 只有十二号玩家到这儿才聊出来狼腔这个事 啊 又走走 又走走 好吧 可以吧 其实就是因为 就是八号玩家失去了狼腔视野嘛 你看井上是没有的 你盘子都是什么一十二是狼 双狼的话投给七 那七是不是狼腔 然后这个是丢失视野的 对吧 没有干干 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 你如果是个预言家的话 你会考虑更周全一点 井下其实皮革台上仍旧没有 你觉得十一是狼七是狼 我没觉得十一七是两狼 因为十一这个状态好像不像是那个一子狼的那个状态 我个人觉得 但是也不排除 我是觉得你有点像狼的 对吧 我现在是不知道你是井上就开始给七号玩家冲 还是在垫我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井上你就打一 说一你就投给八 井上我听你是相当很像来垫我的 我也没有更新二号玩家发言 如果二号玩家是好人的话 我就更坚信一点 你是不是在垫子 因为你打了井下又打了二 是定狼 二没发言 我也不知道 他只是给八投了个票 我对二号玩家是有容忍度的 所以再更新一下 就是因为狼枪这个事 八号玩家 我倒觉得其他的事也都还好 比如说什么你上井漫呀 什么验不到二 这些我觉得倒都还好 他心路历程说了 他验二其实就是为了不验野孩子 我觉得倒也OK 就是你盘那个狼枪 那个逻辑其实是正的 而且包括你觉得十二如果是狼的话 五是不是好人 刚十号玩家也说过了 其实井上五十二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 四十一是拍了平民的 四号玩家井下也没聊了 四号玩家他有没有可能是野孩子 其实七的视野里 四十有可能是野孩子的 四验了四金水 他说四有可能是带身份的 所以我可能偏向七一点点 再更新一下 好吧再更新一下 我目前觉得十一像狼 我只不知道十一是在垫还是在冲 好吧我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从井上的话 其实我是听四号玩家不太好的 因为四号玩家给他压力 我觉得他没有扛住 他 一个场外吧 就是说他打哈欠 然后四号玩家就 他们也是一二四里面是开身份牌的 就是说只有一张村民 那四号玩家直接在井上就是 把身份交出来了 说自己是这样平民牌 所以我听四的身份不太好 七给四发金水 我觉得可能是保他的狼队友吧 或者是他听出来四十张野孩子 而且七对话我的点是 我在井下我第一次来 应该会给他上票 他好像默认我是一张好人 如果我是井下的狼的话 我这一票可以不点给他 所以而且把玩家给我发金水 我觉得一个人性流吧 可能第一次来他不太会骗我 我就给八点了一票 你别笑 然后他笑得有点慌 然后还有十一打我的点啊 他说第一次来我在井下 我一定能投对票吗 就是有国际管理规定 我第一次来就一定要上井发言吗 我可以在井下投票对吧 然后可能投错了 就听了大家的发言 但是我还再听一下七号的发言吧 然后再决定回不回头 过掉 三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我确实是好人啊 那不是坏了吗 那他说你没有扛住我的压力 你叫啥身份呢 然后就我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我没发过言 大家都把我是好人了 所以其实就是被大家认下 是个好人 只需要真诚一点 分享一点东西就行了 对吧 九号玩家 一天金刚好人 什么超级无敌好人 十号打你 十二号打你 都说你是狼 然后我不觉得十一号是狼啊 因为十号我觉得 大概率的狼人 因为他在锦上说八号上紧慢了 八八八说一串 你锦上是没有聊原始起跳位这个事儿的 你锦上说的是六号不好 九号你如果是个好人考虑一下你的站边 但锦下找不回来 你锦下说 我打你是因为 你们有可能是原始起跳位啊 那你锦上说六号不好 你觉得八号汉跳 九十一还要出原始起跳位三郎齐了 对吧 然后我觉得十号不好 而且是 十一号打了十号 十号打了九号 十二号的行为就是攻击了十一号 也去打九号 那十十二都是在攻击九号的嘛 然后 我觉得二号可能是个好人 如果二号是个好人 十二号可能就是狼 然后我肯定是站边七号啊 因为八号 锦上你确实不太可能验到十二 七号发言的 他说 二号你第一次来 怎么怎么 这票得上给我吧 那十二号我就不知道了 十二号在他的锦会流里 那十二号 小黑站边多稳呢 七号说 那你这票我就不知道了 不是在点十二号 你有可能为狼吗 他俩不太可能见面 你怎么会验到十二呢 其次你说 四号很像野孩子盘着点 那如果七号是个狼 汉跳有没有必要 验了个野孩子 点出来说你有身份呢 那他拿了锦会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盘 四号可能是会变身的野孩子 是狼啊 如果四号是野孩子的话 所以就不像 而且锦上发了一句言 你说七号点说 二号有可能为你的狼队友啊 他为什么会说 二号这票上给你 我是很难相信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预言家 去模拟狼人汉跳的视角 说二号为你的狼队友 这些话我是很难那个的 然后我觉得十号是狼 十二号是狼 我觉得八十十二 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 然后锦上我唯一听的最好的就是五号 我觉得他一定是好人 因为他在分析四号的身份的时候 他有可能为狼 他有可能是平民 他拿狼也会这么发言 拿好人也会这么发言 也可能是个神 在装平民 他在边思考边发言 我觉得五号肯定是好人 然后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正面七号 然后我就跟七号投票就行了 然后逛 四号玩家 请发言 我确实底上没扛住压力啊 因为我确实是个神 我第二个发言 他说我打了个哈欠 就是我是个神 我当时很难受 我又没有觉得他像个狼 所以那我作为一张神牌 我肯定要藏藏自己的身份嘛 那确实藏的有一些些别扭 那我只能说我不是一个女巫 因为我如果是女巫的话 我在这个位置已经被大家猜到是身份了 我就会爆出我的饮水 所以我只能是白痴或猎人 但是我最后的倔强我也不想教 如果我被刀了 我没有开枪 我就是白痴 如果我开枪了 我就是猎人 好吧 我确实是长神 你是个好人 你以后就不要说这几个人一定非平民 因为确实神也会被有一点点压力到 然后编的话 我想再听一下七号玩家这轮的发言 是其实刚刚平时拿预言家或狼 我会听得比较 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好听 但是可能是好几天没见你了 好几周 他今天这个发言我确实是没有怎么听到 但是我没有铁占边七的原因是 因为七号玩家给我发精水的那一刻 我很警觉 所以我非常认真的听他发言 他的发言里面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 是他说六号玩家攻击了三 所以他要在三六里面去想一下 可是六号玩家井上是保了三的 他是说四五里面开朗的 这是他井上有一点 我当时听完七那个发言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好像聊得不太好 但是八的问题是 八号玩家直接打我是个野孩子 你说七给我发精水 而你不打四七为双狼 因为如果我为野孩子的话 七号玩家给我发这个精水 野孩子在第一天 其实是要去帮好人玩的 因为他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 你愿运家 比如说你是愿运家 你愿运家出局了之后 我才能作为一张好人牌 去推我的那个榜样 我才能变成狼 如果我为野孩子 七号玩家为狼人牌的话 我一定不会沾他的边的 因为可能我混的那张牌 比如说我混那张牌甚至是七 甚至就是在他狼团队 那如果我跟帮狼玩的话 那张狼永远死不了 我这把就是一张好孩子 在帮狼玩了 所以你最应该盘的是四七为双狼 而不是四为野孩子 七为狼 他在井上井下都点我为野孩子的话 我觉得视角是有点奇怪 他好像默认我不太会沾他的边 这个是我觉得八的问题 包括井辉留一十二 你当时的发言是你说 你觉得一十二会上给你 然后还要验十二一 而你不定义这张五 你觉得五号人家听不出来 在井上视角却不去厌恶 这都是我认为八号玩家井辉留不好的点 然后在我自己踢的两张狼人牌 是十号跟十一号 我觉得十号玩家像狼 十号玩家 就是他打八的点都没有打到点上 他在边位打八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点 十号玩家说七号玩家不会骗死 因为七号玩家在拨拨间说 四号玩家在上升期他不会骗死 我们跟七号玩家玩了这么多年的老人杀 七号玩家在直播间说的话能信 十号玩家以这个逻辑说 七不会骗死 我说这不是纯纯胡扯吗 我觉得十比较像狼 十一号玩家也是 十一号玩家攻击了底下的二 我没有觉得二像狼 十号也打了九 我觉得十跟十一都像狼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这局游戏九为狼的话 八为狼的话 那就是十十一两小狼 八号玩家为狼枪 如果七为狼的话 那就是七十十一三狼 那七得是小狼 因为十十一冲 而狼枪是谁 就是那张十号牌 因为十号牌 十号牌在那 故意盘逻辑 躲读 所以我觉得就把十号玩家 读掉就行了 双编狼人 然后编的话 我再听听 我紧下时有点想战 想战气的 我觉得八可能为狼枪 因为八号玩家的发言 可能让我不能接受点更多吧 不过了 五号玩家听发言 我比较想战编 七号玩家 然后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是狼 十号玩家 我也觉得不好 为什么 你最不喜欢别人 掰我发言 为什么你自己掰我发言 我说十二号玩家 你是不是有底牌 你说我打十二号玩家为狼 我什么时候打的 十二号玩家为狼 不是因为 就很莫名其妙 他就讲的那个点 锦上说 九号玩家 你如果是个好人 就来考虑一下我的战编吧 他平时什么时候讲这个话 要么就是一个狼人讲这个话 要么就是那个 就莫名其妙讲 说你来听听我的发言 那小九明明站得起 他说不如你来想一想 听一听我是不是好人 来根据我的战编来战编 莫名其妙 然后说 圈圈每次打十二 十二都是好人 我说十二号玩家 你蛮有底牌 他说我打他为狼人 我说 好 没关系 可能在不同阵营 那就 可以 可以可以 但十一号玩家 锦上的发言 我真的觉得十一号玩家 好人 但锦下的发言 确实没觉得 十一号玩家 我也好人了 先打打这边的二 再打打那边的谁 对 打了很多位置 然后说 反正根据你的话 就必须要 那个战编 反正你是战编期的 你就说让大家看看吧 对不对 好的好的 然后但是我听了 小黑锦下的发言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不打小黑 然后那个长男也还行 果冻应该也 如果八号玩家为狼人 他是愿言家 你本来就是精髓 他是狼人 你也应该是那个 被洗头的好人 当然我没有听过你那个 其他的那种狼人的发言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那这边都是好人 而且如果四号玩家为狼人 七号玩家不会给四发精髓的 我觉得 所以说七号玩家为愿言家 四号人的话 我是好人 那狼是谁 就真的是八十十一 最多就是七搞错了吗 二号玩家第一次来 就送上七八队跳 哇哦 这是五年来最难的事情 他第一次就碰上了 太快乐了 然后其他还有个位置在哪里呢 那也许你们三六里面有一个 我没听过冰冰发言 我井上以为冰冰是好人 那肯定是缺了一个位置 好吗 好然后别的没有了 我觉得八十一是狼人 我自己是好人过来 六号玩家听发言 你这话点得也太亏迪了 我本来站边八的 现在说六号人家自己出来了 六号人家站边八了 六是补了那个位置 这怎么跟你弄 边肯定是站八 因为八的翻译有啥问题 你们打的十号人家用的什么上井 你来解释了 你不认可 一号人家说狼枪 他上周也没在 对不对 你只是用了很单纯的一个点不站 发言我都没听懂 那八的翻译有啥问题 七井上说六打了三 我没打三 我就保了三 我说四五可能会出狼 但是我保留了一下理论上 还存在两好人可能性的事 我也没打得很死 然后我肯定边是站边八 我觉得七肯定是狼 然后我觉得是七九十一 我觉得七九十一 我没觉得一十二两个 请下投票的像狼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然后因为九号人家 你说八号人家发言发言得那么好 你还有站边 我只能认为你是在应充 然后我觉得十号人家 你是那个野孩子 然后你就肯定混得我 你百分之百混得我 你就想我八五的现在就死 你八五的现在就是七号人家说 今天姐把六楼了 因为我请上我说了 我说保留四五好人的可能性 我没说四五百分之百出狼 对吧 因为五打了四 我很难在这个位置说 五号人家跟四号人家 一定都是好人 我给不出来 我说三项好人 然后四五可能会出狼 我在那个位置发的言 在十的言里面 莫名其妙成了一张狼 顶上没有任何一张点我 只有你点了我 所以我只能觉得你是那个野孩子 而且你顶下 但你跟九号人家发了个言 是什么 九号人家你要不要考虑站边 但你明明跟九站的是一样的边 所以我觉得你不会跟自己的狼同伴 就见面的狼同伴发这样的言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们是不见面的 那不见面的九比较像硬冲的 不太像不睁眼的 石就比较像不睁眼的 十号人家还给自己留了个口子 给自己留了操作的空间 我觉得是 所以十号人家是那个野孩子 但是有没有可能 井上我就说过了 今天大家能不能保护一下我 别让我死 然后那个野孩子你就当好人玩 然后井上等于是好人混 玩啥狼混了 对吧 我觉得没必要 十一肯定是狼 十一那发言 你站边有理由吗 其实没理由 你站边越南全是没理由 硬冲 硬冲 尬冲 冲就算了 还要打井下的好人牌 装住自己在电飞的那样子 是不是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吧 三号人家厉害 三号人家把十一给保了 我是不懂你怎么保的 没有人说十一 就是人家顶多说十一 可能不一定是狼 你说十一直接给十一好人 关键我没听到 你怎么给的十一好人身份 你知道吧 这是我对你稍微有点困惑的地方 但我没约你是狼 30秒 反正我觉得我点的坑位 七九十一 然后十十野孩子 所以七号人家 为什么会这个发生出去 装装一下 我也不懂 我没理解 或者八号人家 如果太狠 会那个什么 是这意思不 反正我会投七号人家 因为你没警徽嘛 你要有警徽 你可以外之位归 我也不可能去帮你什么外之位 捞人 捞不了半点 没警徽 我就就投对跳就行了吧 我是这么觉得 好吧 过了 七号玩家 请发言 狼坑就是六八十一 然后 其实我觉得一号能买票投我 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首先 十一号警上站边的是我 他打的是 他打的是一号 因为无非就是他认为他在告诉一号 他说一号要吃毒 他在告诉一号自己是狼 所以他站边七 他想把一号的票 就是骗一号投给八 然后警下 警上没骗到 警下继续打一二 等于说他在我的这边打的都是好人 因为十一号交了站边 他说是站边我七号的 然后那等于 因为十一号打了一号和二号 所以呢 他是在垫一和二的票 所以一号二就都是好人 我警会验谁 我可以去验谁呢 因为在我听来 六八十一里边 两张小狼加一张狼枪 野孩子 其实 我现在不用特别去着急找野孩子 我警会留一张酒 因为验出酒一定非野孩子 就是他不吃 他不存在是有野孩子可能 我可以警会留酒留酒 其实我本来想验十 但我觉得十号有可能 是那个野孩子 所以我就不验了 因为这个东西很很难受 你要真的验出来他是那个野孩子的话 所以我就验酒 我就随便留酒 其实对我来讲不用不用留了 丝毫没懂啊 就是因为不是说我验了你 因为你没有交站边 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七和八都有发现不好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要跳神呢 你跳身份又不站边 你说你跟徐姐有 不是不是我忘了你在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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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姐是法官 不是说那 反正就是你 你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拿个神牌 你不知道谁是预言家 你要跳出来的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是预言家 我说你不是平民 那狼人就会认为我在做你的身份 所以你跳他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你认为的狼 那我们今天就出十一 因为六号这个位置 他有小概率作为狼枪 因为首先啊 今天我井上的发言没有特别特别好 所有人都跟我站边 那我默认八号为狼枪 但是六号很奇怪 六号在这个位置 他跳出来了 因为正常的板子里边会 我一定不会归八 我有可能会外置位归六 六号是最后的发言 但是他底盘也有可能是狼枪的 这个板子我没有守卫 狼枪出局带女巫 好人就输了 如果能变身的话 所以我们第一天一定不能归到狼枪 所以六有小概率 八有大概率 而十一就是零的概率为狼枪 所以就今天先把十一出了 十一为什么是狼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然后其他没了吧 我井会就验个九 今天出十一我过了 好 七号警长归票十一号 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 慢剧无效 三二一 请投票 除六号八号 十一号投票给七号以外 其余所有玩家投票给十一号 十一号玩家 九点五票出局 请留一言 不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突然说就是好人装野孩子的话会很好玩你知道吧 然后没有想到就玩拖了 然后你你这么玩是吧 我是觉得是这样 我以后再也不更新了好吧 我以后捶死你 你这么玩 你别带亏 你别带亏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让我想想 我是平民 他们晚上应该去杀平民了 你能不能把四号咽一下 那就是十二是紧下的狼 因为他还保了一二 那长男不怪我 我叫你投给八 你自己投给了七对吧长男 而且你听我是狼 你咽一下长男吧 因为他说一二全是好人 如果咽一下长男是好人 你的说服力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 那九保的十二就保错了 那狼是 一六七 不十二六七 因为 四如果是好人 不是说我要点你 如果九是好人 那十就是狼 不知道你们谁是谁 反正确定的狼是七十二 肯定是两个狼 因为景下 听了 非常开心四号玩家是好人 我是公共狼 那你投的也是我 非常好 这不怪我 我发言的时候战变了气 但是我听完气的发言 我一定会回头的 好吧 那二号投对了 也没投对 他投的是我 怎么叫投对了呢 我都惊讶了 投的是我 怎么可能投对呢 我这个遗言 留得应该非常好 应该不至于认为我是 电飞你的吧 好吧 这真不怪我 真不怪我 那我想想 狼是七十二 是两个狼 还有三是好人 三保的我 但你投我 那你以后就别保我了 行不行 那你保完我之后 把我投了 对对对 你保的是我 但是你说了一句 那狼是谁啊 那五十里面出一个 对吧 五十里面必须要有一个 因为他们已经打得丝头发了 然后 那我觉得狼是五 那我觉得狼五 不会是七十 七十十二吧 如果五七十十二的话 该输 我的问题啊 我井上确实听发言 没有听出八十渊家 但是听了后面的发言 我想回头 但是七号玩家 已经不给我回头的机会了 然后直接出去了 然后我希望野孩子 哎 坎平民 你们不一定 野孩子不一定能醒 你们坎平民 野孩子不一定能醒 对 所以 因为野孩子在我们 在我们四个里面 对吧 因为六七八十一里面 再看看 不会有野孩子这一天混了 我第二天就醒了吧 就这样过了 你验吧 你验吧 八十渊家 我真的不是坏人 独气 独气 十一号玩家 已经结束 所以我完了天黑 请闭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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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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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一位推出去 十一应该是好人 七九肯定是两个 七九肯定是两个 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冲 所以我觉得七少年是小狼 我肯定不读小狼 找狼枪去了 七少年是硬找理由去 去给你那个 去打你的 我不知道 应该没应该没有读错吧 怎么跳牛都不见 怎么大家依附就很困惑的表情 随便你们信不信 反正那怎么怎么打呢 现在没有人占面 八号玩家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定义十一出题的遗言 对吧 因为我觉得逻辑昨天干净该聊了也聊了 然后八的独立发现 你们真的找得到问题吗 你们找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比较强打的 就属于你们在一个 就是在一个八九十分的考卷里面 非得去挑挑 他为什么 那个特别难的题目 还得做错了什么那种 已经 我觉得已经够够够好的发言了 好吧 然后其他也没啥说的 就这样过了 四号玩家 请发言 你这发言能是女巫 因为你是女巫 昨天场上人都基本全站错边了 你莫之卫没有挑身份号票 这是起一 其二你说读酒也可以 你说奔着狼枪去读 那你怎么定义那张出局的十一号玩家呢 我听十一号玩家的遗言是一张狼啊 怎么听怎么是一张狼啊 其实我昨天在莫之卫 我是要听七的发言的 如果七昨天归八的话 我会投七 因为不能归八 但他归十一归我听那张狼人牌 我就认为七号玩家是冤家呀 他是个狼的话 全场所有人都战边他了 他是完全可以在白天去归于原家的 没有必要归十一 那十一就走 可能也是认个名吧 对吧 除非他是个狼 除非啊 除非 你如果你是女巫 七号玩家是个狼 归十一 只能是 他觉得十一号玩家 作为他的狼队友藏不住了 他觉得如果他归八 他就出局了 他觉得外之卫有个野孩子 混了十一 我先献祭一个狼队友 晚上睁眼又多了一个狼队友 我白天是三个狼 晚上睁眼还是三个狼 就只有这一个方式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不太通啊 我自己听十一就是个狼 所以六号玩家跳女巫 我就不太信 我听一听八号玩家今天的发言吧 好吧 我还是会比较想 档战七的 我更新一下八的发言吧 我觉得六不是女巫 我觉得十一是个狼 我自己依旧觉得十发言不好 因为你抱的一是个银水 那确实嘛 我自己觉得二项好人 三号玩家好人 十二好人 那我们这边不都是好人吗 你们四个位置 你们四个位置加十一 加你独掉的九 你们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里面产三狼一野孩子 只有两个好人 你要说为好人的话 只能是你为女巫 八为通灵师 八为预言家 那归出去的十一是什么呢 你不能告诉我十一是个 七号玩家归出去的好人啊 你自己听十一的发言 没办法扔下 他是个好人啊 所以六号玩家 今天的思考量非常小 而且你一定确定 九族出是个狼腔的 今天出谁呢 我觉得六的思考量太小了 不像一张女巫拍 我听以后追 有没有女巫刚才对跳吧 但是真有女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读五九里的拍 好多疑问啊 听完再说吧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肯定是狼啊 他出局的时候 他发言说的是 七号你这么玩是吧 下次我就把你摁到图里垂先 那他肯定是知道七号 那他肯定是狼 知道七号是冤家在倒沟嘛 那他总不能是个好人 故意站错 站狼的队伍吧 所以七号发这 十一号发这言不肯定是狼嘛 然后 那六号说十一是好人 就不太能 而且你报饮水了吗 我还没听到你报饮水啊 然后 没有听到你报饮水是谁啊 然后 七号昨天说 燕酒嘛 你这发言剩序九二金水呗 那就升六八吧 可能是 那看看 有没有人跳女窝干啥的吧 我觉得十一肯定是狼啊 而且他昨天不是双边狼坑嘛 因为六八点的都是七十一 两个是一定的狼 然后七号点的是六八十一 那十一是双边狼坑 所以投了 就投了嘛 啥叫好人子 好人装野孩子玩 那就出局呗 那就 然后我觉得 那目前还是战边七号 因为十一号最后发言说的是 下一次 七号我就把你摁土里锤 意思就是下次我不倒勾你了 倒勾你 你这么出我是吧 大概就这意思吧 那十一号就是狼嘛 然后听七号出谁就行了 我逛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六号报了 一号是饮水 然后六号是女巫的点 我觉得是 首先那个 昨天 我是让品名牌我先教了 然后昨天除了我 在警察给八投票之外 剩下的除了六号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站边七的 如果说女巫开在外之位的话 我觉得会去赌八 因为昨天七盘了八十个狼腔 但六号不是女巫的点 就是她昨天没跳 因为昨天 如果她是个女巫 她是站边八的话 她昨天跳出来 跳女巫的身份 然后去帮八归票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但是五九双死 我觉得六号玩家 女巫的面还是挺大的 而且五号玩家 是我昨天 她保了我嘛 我听五号玩家也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 景上的话 九十是开朗的 因为九十景上都去站边七 但是九十 他们两个是互打的 然后十一昨天 我觉得走了 不是很冤 因为她去 打景下的两张牌 确实不像是 她站边七号玩家 确实不像是一张 不管七是不是个冤家 不像是那个 就是好人牌做的事 然后昨天 四号玩家 那个位置也跳神了嘛 我觉得可能是我 敏错了四号玩家的身份 所以昨天我会 站七的边去 下了十一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看后面 有没有人跳女巫吧 如果没人跳女巫的话 我还是挺相信 六号玩家是女巫的 如果六号玩家 真是女巫 八十一人家 说明我第一天 没有投错票 但是这个 概率好像又不太大 剩下的没什么了 过掉了 一号玩家 请发言 我觉得六只能是女巫吧 因为五九双死嘛 如果站边七的 女巫在七的团队 肯定独的是八 因为七盘的八是狼腔 所以她外楼的十一是小狼 如果七团队里有女巫的话 独位一定是八 不会是五九里面的牌 你想五九谁拿女巫 独都会在八头上 所以十是二 你们很难独到 五九里的牌 我觉得 所以六就只能是女巫吧 所以我愿意更新一下八号全体的发言 因为六号玩家 你说我打她狼腔那个不对 她在我心目当中 她就是一百分的发言 她发八九十分 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呀 这个没问题吧 所以 所以的话 如果你是女巫的话 你抱了我饮水 我愿意相信你是女巫 那就再更新一下 上一局我觉得七号归十一号很像预演家 我听十一号就是狼啊 那十一号井上井下不是打我两轮吗 井上反正就是我是狼 让我投给八 井下我还是狼 我投给七我还是狼 他要是好人这么玩也 我投他也不冤吧 但是这一轮的话 我认为六号玩家只能是女巫了吧 因为我很难接受 外之位女巫在五九里面开读 你们站边七的话 女巫会读五九吗 九是七号的井辉流 第一个井辉流 五号也是站边七 站边七很难读到五九的 所以我觉得六大概率可能是女巫吧 我不知道更新一下吧 更新一下吧 那希望八号玩家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板子有狼腔的话 希望你这个轮次可以盘一盘 谁是狼腔 好吧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听一二的发言 有一种里面有人觉醒的的感觉呢 真的还能盘六十女巫啊 我说我首先现在去外住院找女巫啊 比如说死的人 五和九肯定都不是女巫 因为他们俩大方有个女巫十就必死 对吧 但是我觉得十有可能是女巫 是因为你应该会读到九或者五 因为你昨天不是打的九 然后五号玩家起来就说 你骗什么说我呀 我只是点十二有底牌 又没说他一定是狼 对吧 你是拉我两架的 但是他是主动找你吵架的 所以我觉得十号也有可能是女巫吧 六不是二你不是已经盘了六号 人家如果作为女巫在全场站错边情况下 他昨天就会跳女巫 且一是他的饮水 他至少要拉一个票 给你做一张真金水的票 去帮八玩家投票 为什么会是今天起来跳女巫呢 那么就是帮八点冲松的 一跟二为什么会盘出这样的 奇怪的这个点 所以我不知道一跟二里是谁 突然觉醒了 因为你们能认六十女巫 我是接受不了的 好吧 那么有点难打了 本来是好像只有三郎 现在突然觉醒一个 那就其他玩家去归一下了 有点难打了 我们突然 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回头 因为有两票 我不知道是谁觉醒了 还得去劝里面一张好人 那就十是女巫 只能是你了 没有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出下巴 别的美了 过掉 十号玩家请发言 上上人气票 朋友们又到点了 点击同时主播 头像旁边的黄色小阳心 我是女巫 十二是饮水 我读的五 我认为五号玩家 是那张 那个 混了十一的野孩子 因为他别的什么都不管 就说十一是狼 十一是狼 我就要出十一 然后 七号玩家 我为什么认为七号玩家 是预言家呢 还是景上的 我还是说过了 我认为八号玩家 那个上景状态 我已经说过了 我觉得九也不好 我觉得九十一里面 有可能要开狼 十一号玩家打我 那我肯定 觉得十一号玩家像狼嘛 然后 七是个狼 七怎么不归八呢 对吧 那八肯定是预言家嘛 他为什么要卖自己狼 都有归十一啊 他直接说出八 读十一不行吗 或者出十一 读八呀 他为什么要归这张 十一号牌呢 然后五号玩家 是这样的 六号玩家 怎么当女巫呢 六号玩家说 他是女巫 他读了九 没问题吧 他景上说的是 四五里面开一个狼 这没毛病吧 四号玩家说 哦 那我有身份 他怎么读得到这个九呢 他说四五里面开狼 而且那个 因为七号玩家 给我穿那个野孩子的身份嘛 不就是不让狼叨我嘛 然后我上轮 我说因为七号玩家 跟四号玩家 他不是直播间说过 四号玩家上升期 不骗他什么的 然后我想 那个我自己站对边 四号玩家站不对边 哎呀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没有人能找到五 五号玩家 景上就在说我的饮水 他说十二号玩家 你有身份 那如果他不是在打十二号玩家 是狼 他是一张好人 他为什么要点一张神牌 有身份呢 这是我的看法呀 然后我认为六号玩家的底牌 是狼枪 八号玩家的底牌 是小狼 六号玩家那个位置 起来给八冲锋 是因为八号玩家 出去开不了枪 追不到轮次 如果六号玩家 是一张女巫 他上一轮 为什么不起来 要不起来号票 不起来报身份 最关键的一点 七十一双狼 七为什么要归十一 十一是个小狼吧 他都没开枪啊 对吧 七十一双狼 七为什么不归十一呢 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可以吧 六号玩家 为什么上一轮不跳女巫 因为他底牌是狼枪 他怕他要吃毒 所以我认为 那个六是狼枪 八是小狼 十一是小狼 我已经说过了 我认为十一号不是的理由 我认为五号玩家 是那张混了 十一号玩家的野孩子 我就把他毒掉了 别的没有什么 好吧 干干毛一息啦 好吧 大家上上人气票吧 然后你看 十一号 还觉得我不好 我是不是锦上锦下 占面七说的很清楚 很明白 而且我也 我说我也没觉得 锦下的二像狼人排啊 我觉得小九的发言 那我再听听嘛 可能我稍微打的有点着急 好吧 别的没有了 你们就盘七十一双狼 七为什么归十一就可以了 而且在十一的眼里 为什么所有人都打十是狼 为什么在十一的眼里 十成好人了 十二成狼了 对吧 他不就是在指导吗 十二是我第一天的饮水 好吧 别的没有了 那我就 觉得 我觉得先把八头了吧 因为八头我怕六号玩家 把我带了 行吧 别的没有 过掉 八号玩家 请发言 谢谢Claue 谢谢想养鲨鱼 谢谢观尔 谢谢鹅 谢谢宁宁的投尸 昨天宴的酒是精水啊 六如果是女巫的话 就是读了个好人出去 是吧 其实从读口上 从读口上不太觉得 六特别像女巫的地方 我不是觉得他 昨天没跳女巫 替我号票 昨天他的发言 我觉得是 我是不会盘他是狼的 因为昨天只有他在莫州 又为我号票嘛 对吧 因为我想的地方是 如果他是一个狼 在那个位置 他这么发言 我出去 他很可能跟着就吃毒了 当时他就跟着一起战边期 因为全场没什么人战对边 但他今天起来的发言 加上读口 但你要 我要说那个 使你是女巫 就有点过分了 你三轮战边期 对吧 首先你要我 你向我提的问题 我已经解答过你了 锦夏 而且我认为锦夏 9号跟10号里 我都觉得你比9 更像好人 我已经给了你 最大的宽容度 但你三轮战边期 所以我在这归票 我只能归期 不管他是不是狼王 这里狼王的事情 我跟1号玩家对一下话 我确实不知道有狼王 因为夜间我没听到 不是 我没听到有守卫 我知道这板子没守卫 那我不太 我觉得 怎么会没有守卫的板子 去配狼枪呢 所以我就 在我的印象里 都没有狼枪这回事情 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个是不怪好人的 然后昨天去验酒 其实就想对一对答案 我昨天听完6发言 我以为6点的是答案呢 6点的67 9 11 10是野孩子吗 首先还有一个点 就是你们 11的底牌是狼 跟7 8 谁是预言家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7号玩家 有一次就是拿狼 归了一个小狼队友 那一次 所有人都被骗了 但我不是说 他打除这个操作来 好人就必须被骗 因为大家都没战队边 正常来说 他归了我 狼队也能赢 但是他选择去归11 因为我没觉得 11的遗言像好人 但是7归了11 11的底牌是狼 跟7 8 谁是预言家 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理清这个逻辑 所以现在的狼坑 其实 如果10是女巫 那就是5 6 7 11 是4个狼 如果说6是女巫 那就是 我看 6是女巫 5是吃刀的 那就是7 10 11 12 就是这两套狼坑 因为对面 我真的没觉得有狼 2是我第一天验的金水 3号玩家 锦上 锦下没有人打过他 但你的发言内容 我无法评价 你还保的11吗 对吧 4号玩家是跳过神的 跳了两神之中的一个 而且他锦下是留过口子的 没觉得4像狼 1号玩家的发言也不像狼 所以两套狼坑 要么就是 我盘过了吗 对吧 60女巫 因为你读9就读错 因为我验的9是金水 而且我觉得60女巫 应该会直读7吧 为什么不读7啊 9号玩家吃毒优先级 怎么会高于7号呢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10项女巫 但是我说她是女巫又太过分了 她三轮战狼 那啥意思呢 对吧 你如果说10是女巫的话 可能就是 5 5是野孩子 6 7 11是三个狼 第一天归了小狼队友 但这个东西 因为全是我预言家视角的东西 就是可能好人觉得 7是一个狼 他为什么归小狼 你问我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他归了小狼 不代表他就是预言家 好吧 我今天会归票7号 过来 我们这盘可能会输的 白水 你怎么能读一个 我景辉流里面9号 你看他 你看他走的时候 就是他等半天才走 他一定是身份呀 白痴没了呀 那现在不又是把难题给我了吗 对吧 首先预言家很好认啊 4号对不对 因为 11号是一张任平民走的 你自己都盘带了 那如果我是狼 我就砍民不就完了吗 对吧 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6和8里边 我要精准的找到那个小狼 因为这一轮如果出的6、8里面是个狼枪 开枪无论是带我还是带石 因为白痴不能读景辉流里面 你怎么想你都不可能能读到一张酒 我昨天为什么要留酒 原因就是因为我 我倒也确实没想过酒能吃毒 但是为什么会读一张景辉流里面的人呢 我想想吧 我今天6、8里面出 因为出错能开枪我们就没了呀 4号主要不是4号为什么也要跳出来 4号跳出来 4号我的金水上来把身份跳了 女巫把另外一张神牌读了 就怎么玩啊 6、8里面出谁啊 因为6也有可能是狼枪 我想这轮他1号2号啊 简单的沟通一下 你们人6是女巫 他6、8、11投的是我对吗 6、8、11投的是我 他们认为的狼人是谁呢 是7号 他们认为狼是7号啊 7号在狼队里面最有可能做成什么呢 狼枪 我起跳了 6号是女巫凭什么读到酒呢 他一评就给我送走了 因为我最有可能做狼枪啊 6号都没有聊自己的心中历程 为什么不读7啊 所以6号不读7他怎么做成女巫啊 这个咱能懂吧 这个不用我再去聊了 所以6和10里面的女巫是10号 狼是6号 现在我就不知道6、8里面 谁是那个狼枪 真不知道 6号 警徽还能 警徽还能验谁呀 因为10是 验个12吧 验个12吧 3和12啊 就留个12 就留个12 然后今天就出 6、8里面 我瞎懵一个吧 就出个6号吧 只能就出6了 因为出8 因为4号说偏向 因为4号是要 我想想4号说要偏向占我的 然后2号和1号觉得6是女巫 6号8号 出6吧 那这个确实没办法 因为确实我们会有可能出过就归个6 然后 1号12归6 6要是狼枪那也没办法 因为确实6和8都有可能是狼枪 我过了 7号警长归票 6号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 慢剧无效 321请投票 1号2号3号4号8号 投票给7号 6号7号10号12号 投票给8号 1 2 3 4 7号加5票出局 请留意 他投了他自己 1号2号 看到他的票了吗 6号投了他自己 4号投了7 6号投了他自己 你可以认他为狼枪了吧 我们6号投的是自己 所以6号底牌为狼枪 那你们觉得6号的队友是7号还是8号呢 好吧 这个 人气票送一送 那我 人气票送一送吧 景辉 只能给4 只能给4 太夸张 他投的自己 他认狼枪了 他认狼枪了 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把我们冲出人气票 最后半分钟了 那个大家肯定看得很很热情 但是我们赶紧帮代表冲一下人气票 7号那一言结束 所有玩家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选择今夜击杀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个昨天 在想投气 在手没受控制 我真的想投气 对不起 不顶年纪他 他疗爆了 所以我跟他是不是 我一定是女 我真是 我不能哭 因为如果我哭的话就不合适了 你知道吧 我脑子没一直在想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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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然后我就没控制 就一票六就投出去了 但我是该投气 因为7号好像不是说 他不是默认90读口了吧 这个你们应该能听到吧 他说默认90读口 所以我的那个读口是对的 实时跳的女巫说读的是 是那个那个舞 但我真的 哎呦太难受了 不是 但是你们排出票行 是不是只能我是女巫 那个是了 你不能说我们两郎罗汉跳 然后舞酒里面出女巫吧 没有这种事吧 你们别给我开这种国际玩笑 不是 你让我先外 不是 那个 他头八 手头 朋友 帕金森 你信我吗 信我一次好不好 就这一次 不用多 给我一个挽回的机会 给我一个余地 还好今天这是第一局 还好还好 只是第一局 还有第二第三局 可以挽救一下我自己 那个投下石过了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你戏好好啊 怎么演得这么好 这么自然 这么 我那个 我站在你是女巫的视角 这样盘一下好不好 你是个女巫 你读的久 九十余言家验揣的精水 所以九十好人 七号玩家为狼 十号玩家为狼 那七号玩家归出去的 十一号玩家 你现在给 他的定义是什么呢 十一有可能是好人 有可能是狼 对不对 那如果十一号玩家 是好人的话 场上是不是 对吧 还得有一个狼吗 没算错吧 只有三个狼吗 那小黑昨天投你 小黑是不是得是个狼吗 所以你今天 得就是 去跟我盘场 有两个狼呀 是吧 哇 但是心真的不错 所以我没法接受 六十个女巫 这个说不太通 主要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 如果凡水跟 歪哥是狼队友的话 六号玩家为女巫 七号玩家归六 凡水给他八百个胆子 他也不可能投一票 八呀 这是什么东西 不可能的呀 所以我一切逻辑告诉我 六号玩家是个狼 我就只能惊叹于 他今天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 然后我说一下 我今天归人啊 嘿嘿你别笑 我会先归你 因为你知道 因为他昨天自投 他在我视角里是狼枪 我跟凡水是两张神牌 所以如果你即使是一张好人 我也会先让你出局 因为昨天 歪哥是明确了爆了 他说 十号玩家不该读九 但十号玩家 爆的读口是五 我觉得大家都 有耳都能听到 所以十二号玩家 昨天那一票还要投六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那如果场上为六七 十二 就是现在看来的话 应该是六七 可能你读的五十 或者他归的十一十 就两个男 那可能六七十二为三郎的话 只能六为狼枪 十二为小狼 所以如果 即使你是个好人 你也配合一下出局 但是我觉得你那票六投出来 你不太能是好人 我先这位发言就是说 我就是直接推人了 就十二六顺推了 好吧 没有了 你们过吧 我过了 你们发言吧 三号玩家请发言 确实是这样 肯定没错 七号确实昨天说的是 你不该读九 你说的读的是五 如果你真的是神的话 出十二确实没问题 但是因为八号 现在已知八号 是中刀的语言家 他盘的是 你有可能为野孩子 五号有没有可能读错呀 如果四号为野孩子 并不是神的话 那一二十二 可能会出一张猎人 万一是这样的话 那就坏了个屁的 那就 反正六号肯定是狼枪了 然后七号小狼 那十一号 大概率是狼吧 十一号得 这没法说 因为七号是狼走的 他归的十一 你还得打十一也是狼 我装不装吗 五号如果读错了 十一还是个好人的话 那六号一张狼枪 外主位飘一张 四号是真神吗 锦上我跟他说 你是干啥 他跳的是平民 他跳个平民 现在起来认猎人 我听听十二发言吧 反正四号至少目前为止是精水 然后一二和我肯定都是好人了 那四号是目前为止是精水 只要十二聊的 没有一段 没有那么一段惊天动地的言 可能你是得出局了 你出局 然后晚上他俩当中中一个明年初六吗 但如果四万一真是那个野孩子 不坏了个屁的吗 我听听你发言吧 我先过了一会投票 三二号文家请发言 二号发言 当时七号说 他发言就是没有太用力 当时所有人都战遍他的时候 我就想我不是人 我没战遍他 我投错票了 战遍八 然后我当时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就很离谱 然后特别是刚才六自己 票自己的时候夜里带亏 然后我虽然带亏 我是睁着眼睛有个反光板 我就感觉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以为我就是 紧下投错票 然后把真原家又投出去了 当时我想 今天第一天来也太刺激了 真的是不能接受 然后 但是还好我爸倒排了 就证明爸是个真原家 然后 女巫的话 我可能比较会相信六号吧 因为 十号玩家 警尚他是去打了九号的九起身 说要战遍器 然后十号就说 九号咱们两个都战遍器 但是我觉得你不好时去打了九的 而且他一直就是战遍器 他为什么不去读八 去把狼腔先读了 因为七号盘八是个狼腔 然后你不去先读狼腔 然后你要先把一个野孩子给读掉 我是不太懂 因为你的读不就是留着读狼腔的吗 然后 而且那个轮次的话 六七如果是两个狼 六是个狼腔的话 七完全可以归八 没必要归六 让六开枪 所以我觉得可能 六号像女巫 而且他刚才就是 也真的就是不像 不像是演的 我相信 我相信六号玩家 就刚才那个发自肺腑的那个 就是脸都红成那个样子了 然后我相信他应该不是演的 然后我觉得十读不到五的 而且十一号走了之后 五九倒排了 可能是奔着名去看的 十一号是推掉的好人 但是狼坑的话 那个配置不够 我没有盘清楚 算不算不明白几个狼 但是可能十二十个狼 差不多是这样吧 然后再听听 可能会相信六号玩家是女巫一点吧 但是你是在听听一号玩家的见解 但是可能这局也不是六十的轮次嘛 会听警战归票 那个小黑老师可能先走嘛 再听一下小黑老师的发言 然后过掉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不要这么容易被骗 二号玩家 这就被骗了 他的发言可以说 他可以说什么 我不是我投错 但是票情是真实打实的 这个游戏我们票情是要大于发言的 他上轮投的是自己 我不相信KS老师你说投错了 你说聊的是什么 头七号 然后最后666举了个6 不接受 这个是肯定不接受的 所以二号玩家 我认为你是预言家 初举预言家的精神 而且他一开始就说 你可能不是野孩子 所以我认为二号玩家你是好人 所以六是做不成女巫的 票情六就做不成女巫 六只能是狼枪 现在狼枪玩的是真秀啊 KS老师 倒钩电飞狼枪 真厉害 这板子打的是真的天花乱军 那可能十一真的投错了呀 十一是投错的 狼枪是谁啊 五六七十二吗 三狼加一野孩子 我不知道 因为四号玩家 他是井下第一轮就跳了一个 上一轮他就跳了一个非白痴激烈人 他跳了一个神 我不是反正 在七号玩家视野里 九有可能是砍出去的 砍出去的白痴 他一直说九号玩家 底牌是白痴啊 上一轮落到 落到预言家 所以他们还是 砍神去的 如果这一轮真的出到狼枪的话 轮次是落后的好人 比如说他打了女巫 下一轮一刀猎人 狼人就有可能赢 所以这一轮真的不能出投六 如果认六是狼枪的话 这一轮就只能 投一下十二 十二号玩家 你现在 你要跳 你要跳不出猎人 那我只能 对不起 四号玩家是我心中的单边猎人 所以这一轮我会跟着四号玩家 手投你十二 因为四号玩家明确跳了 非白痴激烈人 五九出局 那你总不能说 十二号玩家 独了一个五号玩家猎人吧 我是不相信的 这个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你如果不是猎人的话 我只能认四号玩家 是真的猎人 如果你是猎人的话 我们再听一听 好吧 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不用担心 我有超强的表水能力 来 我们先一点点盘 首先你们到底认六十女巫 还是十十女巫 现在无论怎么样 你如果二号玩家 如果认六十女巫 今天是要出十的 出不到我十二 这是逻辑 对不对 那么我其实偏向于 一号玩家盘的逻辑是 六号玩家是狼腔 十号玩家是女巫 你们带入我的视角 昨天 十号玩家明确说 他读的五 是冲野孩子去读的 七号玩家发言第一句 你女巫怎么能读 我的警会留酒呢 我认为这里太拙劣了 我没有见过这样汉跳的 前面他是不是他队友 都不知道 他是真女巫 他说他自己读的五 七说不不不 你怎么读酒 然后他给我发的是银水 七号玩家说 那我就演一个十二吧 你告诉我这是汉跳 七号玩家的发言 你们带入我呀 如果十号玩家说的是 你三是银水 七号玩家说 我今天就演三 你三号玩家怎么投票 你们带入我 不是很清楚了吗 我确实不是猎人 是上平民牌啊 然后你们现在所有逻辑 是不是要反过来 八号玩家盘了 四号玩家第一天为混子 七号玩家是狼人出局的哦 他仅会给一张纯粥好人拍 让他在这归票吗 而且他今天说的是 对我觉得六号玩家这个有点演到我了 所以说他今天别出局了 把十二一归 那不狼人直接获胜了吗 他们两狼呀 我现在能对话的是一 一号玩家现在流的最清晰的呀 一号玩家现在还要想认六号玩家 为一张女巫 我给你对不着半毛钱的话了 一号玩家你听我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因为我们站错了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讲前几天是怎么站错的 因为大家是一起站错的 包括我狼枪四可来我先聊出来 你才认我是好人的 咱们是通感的好人啊 通感这个词你应该非常熟悉吧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 大家现在开始忽略 八号玩家第一天的发现 第一天发现不是最正的吗 我们都接受不了 但人家是盘的最正的 所以四号玩家怎么外出归到我十二呢 两个人里面你认他是狼枪 你认他是狼枪 这是什么 怎么会出到我十二我真的不理解 所以四号玩家出到我的时候 我认四号玩家为那张什么呢 也还字 所以你应该是读错了 我今天是要出四的 因为我认识是女巫六十郎枪 我跟四PK我应该PK的过吧 之前我好人没P过 今天我好人P的过 30秒 好吧 过掉 10号玩家请发言 先跟刚刚说一声不好意思啊 确实是从头到尾 没站那边 我还好没听起的 我听起的把你一堵了 今天后两把再怎么样也洗不回来了 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上一轮已经盘得很清楚了 我认为六号玩家的底牌是狼枪 所以我要归这个八 因为六 为什么上一轮不跳女巫 这一轮起来跳女巫来 是不是 果冻啊 果冻老师 如果你是女巫 你会投票投自己吗 放逐环节 你不是会玩这个板子吗 你不是还在盘野孩子狼枪什么的吗 好吧 那那个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11号的身份 我们未知 对吧 如果11号的底牌是好人 就是712 如果11号的底牌是狼人 7 6 7 11 外之位再开一张 我这一轮起身想 也是12的显出 因为我怕外面 那个我本来就觉得五号玩家像野孩子嘛 对吧 如果说有野孩子 我觉得大概率要混也是混6吧 6如果不是最后一个狼 狼枪开枪了 万一场上假如12 12寺里面还有一个狼 场上还有一个狼 那不就变了吗 对不对 陈斌这也能洗啊 陈斌 我的手没搞过来 你纯纯胡扯 那歪哥还是对我 还算好一点啊 他没归8啊 我想问一下对面在座的各位 如果他归8 你们会不会投8啊 你们还是投7是不是 好吧 我觉得就是126顺拍就完事了 小黑呢 那你就是一张自刀牌 因为你这轮表水的原因是 我占面7 因为我的底牌是平民 我是女巫嘛 我报了你饮水 你应该会觉得 因为我的底牌是平民 7号玩家砍不到我这张平民牌 所以我要占面7 然后7号玩家起身说 那个哎呀你别毒6 我还以为 那个7号玩家怕归到狼腔 然后想假装我不是女巫什么 咱能给我洗呢 没有 好吧 我确实读的是这个5 我有我的想法 那个今天就起 因为还有一点啊 47我认为不是两张的原因 是因为4号玩家起身说 哦那我是平民 7号玩家说我身份 说他有身份 他确实认了这个身份 那如果说呃有狼腔出局 那如果不崩这个4就很说不过去 这是这个合理吧 所以小黑这个位置不应该跳平民吧 这个位置你起码要跳一首猎人对刚一下 你不跳猎人你怎么扛推呢 不好扛推 好吧 那个今天那个就让陈铭在这坐牢 哎投自己 你别跟我这起起巴巴 好吧 我井上是不是就觉得6号玩家不太好 他非要打四五里面开了 不自暴 小狼腔坐着吧 好吧 那个我可能会 我可能会想先出十二 我觉得4号玩家不是很太像那张狼人 别的 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我独调的五就是野孩子 他凭什么起来打我呀 我说他是好人 他是个好人 十二是我的英文 他为什么说十二有身份 别的没了 把十二出掉 然后起来6号玩家坐牢就行了 过了 10号玩家发言结束 4号警场请归票 4号警场归票12号 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 慢剧无效 3 2 1 请投票 6号投票给4号 12号投票给10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票给12号 12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坏了 我盘错了 我刚才发言应该盘一点 如果他是女巫 他独走的是一张野孩子 你就是一张纯好人 我应该带入你的视角 是不是能打到我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 他如果是纯女巫 他怎么会打到我12呢 他应该去打你4 所以我听完十的发言 我觉得好奇怪 我又回想到第一天 他打8 他是纯打 他说是因为他上警很慢 是吧 都不是逻辑层面的 所以我觉得 我盘错了 我觉得5号玩家应该是赤刀的女巫 10号玩家跟6号玩家为两郎 我找错PK对象了 所以我PK出局了 那是我的问题 4号玩家明天就把10跪下 来不及了可能 都来不及了 他两两郎 你哪来得及啊 Oh my God 找错PK对象 我肯定理出局好吧 确实品牌 你在那不用教我 我是平民牌 我不可能跳别的身份 你这蛮好笑的 别的没了 给我跳 12号玩家 一言结束 所有玩家 我这种玩家 我愿意跟你计划 有点不通 你这种玩家 我愿意念能 我愿意 你这种玩家 你这种玩家 就这样 我愿意 尽容 有点不忍 得到 你这种玩家 你这种玩家 什么玩家 我愿意 并意 我愿意 要不忍 我愿意 不忍 我愿意 不忍 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狼刀五号女巫牌 五号女巫读掉了九号白痴神牌 八号游人家查验九号白痴神牌为张好人身份 第二天白天七号小狼牌 应该是故意聊报让自己出局吧 不知道 对对他是 对故意聊报让自己出局 第三天夜里狼刀八号游人家牌 八号游人家查验十二号为狼人身份 第三天白天十二号狼人被推出局 然后此时一位八号玩家当夜被击杀 此时十号玩家野孩子已经成功变成狼人 于是他在第四天的夜里与六号狼枪牌互认 并且他们击杀了最后一张神牌四号 根据游戏狼人正义获胜 我们八号玩家收获了 又再次收获了毛茸茸的温暖 好那我们请七号汉跳狼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吧 复个盘 这一盘我们狼队的战术 我们这盘是上帝视角吗 我们从下面开始全都第一天开吧 第一天呢大家没有看到夜里视角 第一天夜里视角我其实安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我安排的是让KS去倒沟 然后我会第一天外置被归KS 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女巫 找到女巫KS开箱带女巫 但是不保险 因为我们的野孩子有可能不觉醒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归八了 因为大多数人都站错边了 我没想到我在我井上发现的时候发现得那么好 我确实现在最近汗跳的水平 每天都在进步 然后就把八出 八出了之后我们就比较好打了 然后但是圈圈确实不该读九 这个确实是 因为圈圈读完 我们夜里定完了五九 第二天起来我都忘了发言顺序 你说一下国英ternational wolf 怎么回事第二天 我就快点一块 太生气了 我聊抱什么了 你把Google聊 那不重要 我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那个时候 我当时脑子想的是 我要不要想野孩子你要不就出来 然后我要不要考虑带你赢 那种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想 然后反水跳女巫了 对吧 那他就一定是野孩子 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带反水赢 其实我们不需要 我夜里跟KS比的 就是我说三狼够了 对对对 我说这盘我们不用考虑孩子 我们三个狼够了 结果第二天圈圈就把脚赌了毒了 我们三狼是真的够了 真够了 然后怪我了 你们三狼够了 没有 他们其实出不到你的 因为你的发言一定是好人发言 他们你发言太棒了 我说实话是说 对就没不合理 不合理 第一天 但是我认为他们一定认为你是狼 那你就走 你就走 因为我第一天想归他的 但我觉得我算算轮次 万一不觉醒 咱们轮次也不够 对对吧 合理 那是我没给我更新的机会 那什么意思 出局点狼是什么意思 直接点我 后来你点六太夸张了吧 后来他不点了 你把六给点出来了 太夸张了 你把六点出来了 他说狼的话 他有点失读的 第六七十二应该是两个 因为你点了六 圈圈如果认出你是好人的话 圈圈就有可能破六 有可能破六 首先我得说一下 我没招惹你 我从头到尾没招惹你 我是占八 我打你是狼 这很合适的吧 你真的直接点我 真的是太过分了 不是你们两个狼 一个在后面不让我更新 我还留话口了 我说 我还留话口 我说我占兵你 你不会把我摟了吧 然后你果然把我摟了 谢谢礼物 谢谢翔哥的江天怀 然后祝翔哥生日快乐 翔哥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然后谢谢 谢谢水秃秃和车车的抖音一号 感谢感谢 谢谢 我们第一盘算好人失误 然后我们狼就赢了 你可以分享一下 更新的事 的确是不能每次就是一交站边 然后就是如果我变个票 就是他们那天觉得我已经前前的站在边 我变上必须得去 不 他他上一盘 王宝宝上方有这个数据库了 下一次他可以这么玩 就出不到他了 对吧 他现在可以聊一下这个事吗 首先我们还是说 如果投票里面是跟着站边 听医院家还是听医院家的发言 就听单单独的 除非那个人是查杀 或者是那个 如果大家都发精髓 你只要听单独的发言 因为外之位的发言 你首先有可能听不准 其次是你听准了 你也不一定觉得他是 倒钩还是冲锋 好吧观众朋友们 然后再说一下 我给王宝宝镜头 让王宝宝聊聊 颈上我是真的没有听清楚 因为颈上都站边齐 我也觉得其实 当然我也稍微看了牛肉 刚刚那脖子有点红 但颈下它确实没那么红 但是 确实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我自己也会去反省 但是希望 7号玩家给我一个更新的机会 不要把把我站边他 他就把我low了 好吧 我只能low 但是我不站边你 我也会被low 我不站边你也会被low 因为不站边你 我更是狼了 对不对 7号 谢谢 7号给我一个外漏的结尾 刚刚你复盘一下 不怪我吧 徐姐你该口不 给徐姐聊聊 快点给徐姐聊聊 快快快 刚刚不怪我吧 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要支持我们的冠名商饭狼 我脏 我脏还是留 OK 喂 现在有了吗 在这里呢 一定要跟直播间的大家说一下 支持我们的冠名商饭狼 直接在抖音搜索就可以下载了 饭狼 视频狼人杀 在家也能玩面杀 版型随心配 欢乐多一倍 另外呢 给我们直播间的大目老师 再发一个福袋 这次呢 会抽一个iPhone14 只需要下载右下角的小手柄 游戏 云上大路就可以参与了 游戏占内存非常小 几秒钟就可以下载好了 下载好之后呢 等一会儿 伏带重道抖壁的那个粉丝宝宝 你把那个一分钟之内 把截图撕进到我们的抖音后台 要两张截图 一张是手机桌面的截图 还有一张是 你在游戏界面里面的截图 就可以获赠iPhone14 或者是折线5000 然后这个抽奖是直播间观众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 所以大家可以现在赶紧去下载一下 右下角的小手柄 然后参与福袋 抽奖获得iPhone14 另外呢 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 Y哥的专属福利啊 在游戏里面收入口令 JY666就可以领到了 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 我们第二局的版型为乌鸦引狼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马上就会给大家放送第二局的游戏 觉得会六八里面吃毒 六八 对就可能会毒六 我其实最怕的是六被毒 六被毒的话就比较麻烦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你应该把你打我了 兄弟 我让你投给八了 你自己说我战七 让我投给八是吧 好 我以我去见轩严 你与我选择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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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弄得 你与我选择严 他们夜里真的还在讨论 混着谁啊 反正我混着八啊 那他早晚得 你必上车 你必上车 是把的 是把的 我们不上车就把你弄死了 你才能上到车 要不游戏结束 他就必得 因为我们砍神 你就必能上车 对不对 能不能看你上车 他们就算拍刀 你也是赢 什么12级岁 你知道夜间 他那个摄像头 把太阳的手势打得死吗 你看不见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 非常的孤单 我根本不知道 太阳在哪上 看不见 他们把摄像点了 你看到吗 没有 什么都看不见 我连刀神刀鸣 我都不知道 完全打得死 Y哥我们是直接开视角 还是直接开 我直接看 头十一是战边巴 头十一是战边巴 对啊 没有 没错 战边巴 可以 很诚实 摩汉跳女 无论我跳高 他一超过来了 我B跳女 因为他B死 他是编家还是狼 他都B死 我B变成了 摩汉跳真的厉害 我肯定干了呀 他毛茸茸的温暖 盘半天说60怎么都不像呢 刚刚起跑过 我就不变了 肯定会死 那边没狼 狼就是六七 十二是这个位置 真的不能让刚才多 大家越来越好 根本加上了 那个跟直播间的大目老师们说一下 我们第二剧游戏直接给大家开启夜间视角 大家在第一天的晚上都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都是大 他自己游戏已经怀疑把电飞 马上直接看耿雪儿 我想看他带不带疤 那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我当时在琢磨 后来 但我不确定你 大哥是谁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耿雪儿 现在回头就 把疤带了 我们是有点压力的 因为这个回头 当天白天我就觉得他归了小朋友 还算 在我家里 有一些是我都是好的人就算 对 你是好人就算 我觉得发誓吗 发誓的 你没变吗 其实 我觉得二人也狼 就算 但是还好 你就变了 你就变了 他死在白天你就是狼了 会入业的 会入业的 这我们的强度也太强 不行不行 那这对了 我觉得这把挺难的 那你就好人 某某 我可以说你玩到好 没有入业的 没有入业 你是野孩子是入业变神 你为了不带我上 这么多招 没有没有 为了不带你吃 我玩的阿玛龙 太多招了 你玩的 什么阿玛龙 他总的 他总的想不信 我亲家 所有玩家 我们第二支游戏的版型 为乌鸦引狼 你出去 你出去把我带了 晚上砍猎 你把D枪就把8给崩了 我想说今天这个 Ruby 外楼 什么时候挨的